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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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受委屈呢 星田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去云家的 对对 当时是暂时收买了云家那个保姆 我们才能进去刺激那个老女人呢 那保姆 我记得好像叫做黎沈 没错 这黎沈一看就是蠢笨好收买的人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她完全替我们做事 叶青啊 叶青 你这云太太的位置坐了这么多年 也该嚷嚷了 不过你也要给我争点气 林家你一定要给我抓得牢牢的听到没有 那可是你全部的依靠 妈妈放心 阿泽哥哥现在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呢 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听到 行了 早点休息 在我们还没正式入住云家之前 你可别再出幺蛾子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那个黄毛丫头 听到没 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放过那个贱人 敢羞辱我阿泽哥哥 等着瞧好了 花钱打听的总算没有白费 她果然在这里 这不是黎婶吗 姜 姜太太 等等 姜太太 您找我干嘛 不会是变卦想告发我 或者找我要回之前给的钱吧 你不用那么紧张 黎婶 我们上次合作得不错 都是聪明人 我也不绕弯子了 我知道 你在云家总受叶青和那个云大小姐的气 如果离审 你肯完全和我合作 让我成为云家夫人的话 我可以保证 你拿的 可远远不止这一点钱 这 这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看把你吓得 放心吧 我们可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你只用安心做我的眼线就行 好处少不了你的 电话写在卡的背后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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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